同学们好,第三节风险与报酬,我们还剩下第四个问题,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这个知识点和第三节前三个知识点的关系是 那第一个知识点我们了解了什么是风险,第二个知识点我们看单项投资的风险与报酬 那为了降低风险,在不改变收益的前提下,投资者呢往往会选择投资组合 在研究投资组合的风险与报酬中,我们发现当充分组合之后 投资组合能够把非系统风险能够完全分散掉 但是系统风险是无法通过投资组合去分散的 那么系统风险将给投资者多少回报呢 或者说我们所进行的投资或者是投资组合受系统风险的影响程度又是如何呢 那接下来有了第四个知识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那就是研究单项投资或某投资组合受系统风险的影响程度 从而计算其必要收益率的这么一个模型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先放眼一看啊 这是历年的高评好点 不只是会在本章考察它 后续股权资本成本的估计也会用到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所以对后续资本成本啊 该知识点呢也是有用的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研究对象 就是充分组合的情况下 风险与必要收益率之间的一个均衡关系 我进行充分的一个投资组合 它将会面临系统风险 此时非系统风险已经被完全分散 当我要承受系统风险时 那么投资者应该要受到风险回报率的一个补偿 所以研究了风险与必要收益率之间的均衡关系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如何衡量系统风险呢 那么如何给风险定价呢 就这个风险值多少钱 这个风险能给多少回报 也就是风险收益率该如何计算呢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下面 我们学习如下的四个知识点 首先系统风险的度量 我们会学习β系数 接着认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了解其含义和公式 也就是充分组合下 来看投资的必要收益率 那第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就是个方程 画在坐标轴上体现为资本市场线 认识一下资本市场线 那最后呢 还有资本资产的定价模型的假设 了解一下 只是在假设当中 有一个关键点提醒一下 会对后续资本成本的估计呢 将会有所提示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知识点 系统风险的度量β系数 此处呢 有一个尴尬的教学 就是如果我按照我们这个知识体系 应该是先讲β系数 因为它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当中的 一个参数 然后再去学习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你就好理解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了 但是反过来呢 我们要先认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可能你又更好的能够理解β的本质 所以我说我先认识一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我们后面会讲 那你现在先认识一下 假设我投资了某只股票 某只股票的必要收益率 就等于无风险收益率 加上风险收益率 这个风险收益率等于什么呢 括号里面RM减去RF RMR是return是收益率 M是market是市场 是市场的平均收益率 市场的平均收益率减去无风险收益率 就是市场的平均的风险收益率 就是整体市场风险所得到的回报 就叫做市场风险收益率 那这只股票受于系统风险的影响程度 是不一样的 这个影响程度呢 就用β系数来衡量 市场的平均的风险收益率有了 这只股票受市场风险的影响程度如何呀 去乘以β系数 那加号后面就是这只股票的风险收益率 或者说市场风险收益率是括号里的 β系数是个股的风险收益率 相对于市场风险收益率的倍数 那乘以这个倍数 当然这个倍数可以是1倍2倍 也可以是0.5倍0.8倍 β可以大于1可以小于1 当然也可以等于1 那加号后面就借由市场平均风险收益率 和这只股票相对于市场风险收益率的倍数 把这只股票的风险收益率就算出来了 风险收益率加上加号前面的无风险收益率 那就是这只股票的必要收益率 那我们之前讲利率的一般公式也知道 必要收益率等于无风险收益率 加上风险收益率两个部分 那么就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推导一下 某一只股票的β系数等于什么呢 那这只股票的β系数就等于RI减去RF 然后再除以RM减去RF 这不就是β的定义吗 RI是这只股票的必要收益率 减去无风险收益率 那必要收益率等于无风险收益率 加风险收益率 这只股票的必要收益率 把其中无风险收益率减掉 那分子不就是这只股票的风险收益率吗 是一只股票的风险收益率 那么分母是整个市场的平均的风险收益率 那β不就是啊 这只股票的风险收益率 相对于市场风险收益率的倍数吗 所以我们看β的定义 特定资产的系统风险收益率 是市场组合风险收益率的倍数 分子就是特定资产 我们刚才说的某股票 它的系统风险收益率 它所受到的系统风险的影响 应该要的回报 相当于整个市场平均风险收益率的倍数 那你注意蓝色的这句话是β的定义 讲的是特定资产 它的系统风险收益率 是市场组合风险收益率的倍数 那就是我们这里讲的β系数 如果现在市场被充分组合 也就是我们做了最充分的投资组合 你想象一下 就是把市场上所有的风险资产都买了 此时非系统风险被完全消除 那市场组合的风险就是平均水平 就是β等于1的时候的系统风险 也就是市场的必要收益率RM 等于无风险收益率加上风险收益率 那风险收益率其实就是它本身 就是β等于1的时候 整个市场的平均的风险收益率 看着刚才我们说的公式 RI等于RF加上βI乘以RM减RF RF是不变的 无风险利率 对于所有的资产来讲都是一样的 当然它有可能上升有可能下降 那么我们在某一个时点去探讨的时候 所有的风险资产其中所包含的无风险的利率呢 都是一样的 那么市场组合的必要收益率 就是无风险利率加上β系数等于1的时候的一个 整个的市场风险溢价 也就是市场充分组合的这个投资组合 β系数本身就是1 那么β我们看看接下来的度量 如果β等于1 该资产的收益率与市场收益率同方向同比例变化 我们说充分组合了以后 那市场的收益率其实就是β等于1的时候 带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计算出的结果 但是就算不充分组合 有些股票单只股票 它的β也是1 说明这只股票 它的收益率和整体市场来讲是同方向 同比例的 就是假设市场收益率在上升 那么某一只股票它的收益率呢 也是在上升的 就是β如果等于1的情况下 那么β小于1呢 资产收益率的变动幅度 将小于市场组合收益率的变动幅度 其含有的系统风险也小于整个市场组合的风险 比如说看左上方 RM-RF 这叫市场风险收益率 市场收益率减去无风险的收益率的剩余部分 那β小于1 一个小于1的数字 乘以RM减去RF 那说明呢 该资产所包含的系统风险 是小于市场组合的风险的 再加上RF 那么该资产收益率的变动幅度 RI的变动幅度 将小于RM的变动幅度 那β大于1呢 RM减RF是市场的风险收益率 是系统风险给予整体市场的一个补偿 那β大于1 β乘以RM减去RF 将会大于RM减去RF 此时啊 该资产所包含的系统风险 将大于市场组合的风险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β如果大于1的话 当RM增加 那么RI的变动幅度 将大于RM的变动幅度 也就是资产的收益率变动幅度 大于市场组合的收益率的变动幅度 说大白话就是 如果某只股票的β系数等于1 整体市场收益率上升 它就上升 整体市场收益率下降 它就下降 上升和下降的幅度是一样的 如果某一只股票β系数小于1的话 那么这只股票受系统风险的影响 程度是小于1的 整个市场如果平均收益在上升 它也上升 但上升的幅度没有 平均市场收益率上升的幅度大 那么整个市场的收益率要下降 这只股票也会收益率下降 但是下降的幅度 也没有整体市场的收益率的下降幅度大 那如果β大于1呢 某一只股票的β系数大于1 那说明这只股票所受的系统风险的影响 程度是大于1的 当市场的平均收益率上升 这只股票的收益率也会上升 其幅度大于市场收益率上升的幅度 那如果市场收益率下降呢 这只股票收益率也会下降 下降幅度也是大于整个市场的 平均收益率的下降幅度的 我们此处度量β的时候 是以1为界限去度量β β等于1 β大于1 β小于1 像食物当中的例子 你比如说一些医药行业 食品行业的β系数是小于1的 市场上涨 他们也上涨 但涨幅没有市场大 市场下跌 他们也下跌 然后跌幅没有市场大 那比如说证券行业 β系数就是大于1的 整个市场平均收益率上升 此时证券公司的业务更好 它的β系数大于1 证券行业的 这个收益率的上升幅度 是大于整个市场的 这个平均收益率的上升幅度的 那么整个市场平均收益率在下降 那会影响到这个证券行业 证券行业 收益率下降的幅度会更大 然后我说刚才我们是以β等于1为界限 去探讨β系数的 那β有没有可能 等于0或者是小于0呢 来备注一下 绝大多数资产的β系数 都是大于0的 说明 绝大多数资产的收益率的变化方向 与市场平均收益率的变化方向是一致的 就是要好 大家也都好 要不好 都不好 那幅度不同 只是β系数不同而已 这什么意思呢 就说现在啊 室外温度零下10度 冬天来了 绝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很冷的 或者说外面零下10度 绝大多数人就觉得很冷 外面36度了绝大多数人就觉得很热 就是大部分资产和市场的平均收益率的变化方向是一致的 但是幅度不一样 你看零下10度 大部分人都觉得冷 但有人觉得特别的冷 有人还穿裙子呢 啊 36度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觉得很热 但每个人感受也不一样 有的人都热的不行了 有的人觉得还好吧 所以呢 资产受市场风险的影响程度不一样 啊 β就是这个响应的程度 就像每个人感受冷热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说极个别的资产β系数是负的 表明这个资产与市场平均收益的变化相反 市场收益增加 这类资产的收益却在减少 啊 就是比如说逆势飘红股啊 整个市场都这个下降了就它上升 比如说市场不太景气的时候 我们前面说教育 职业教育股类啊 就会去上升 那用刚才的例子来说就是 冬天来了 然后大家都觉得冷 哎呀 只有极个别的人觉得特别热 夏天来了 大家都觉得很热 只有极个别的人觉得特别的冷 啊 这是极个别 然后β等于零 说明该资产的啊 系统风险的程度是零 啊 你比如说国库券的β就是零 它不受啊 市场系统风险的影响 它是无风险的 无风险的资产啊 只包括了纯利率 货币时间价值和通货膨胀 溢价 呃 我这里呢 给大家做一个区分 那β系数是衡量一项资产 所受系统风险的影响程度的 因为前面呢 哎 有同学说 你不是说那个充分组合了 啊 然后非系统风险分散掉了 然后呢 只剩下系统风险了 那现在你有讲一个股票 一个股票没有充分组合呀 那一只股票你现在只看它的系统风险 那它非系统风险没有被分散呀 你要这么去理解啊 就是充分组合以后 非系统风险是能够被分散的 所以呢 市场不会给这种 你自己只要不花成本 你自己多买几只股票 就能分散的风险以回报 所以系统风险是会给资产回报的 所以我们是借由这个角度去评价 某个股票或者呢 某几个股票的组合 然后看它受系统风险的影响程度 来决定其啊 风险收益率 加上无风险收益率来计算 其必要报酬率的 所以β系数呢 衡量的就是某资产 它所受系统风险的影响程度 β衡量系统风险 而咱们前面学过的标准差 Sigma 衡量的就是整体风险 这个项目投资以后 或者某股票投资以后 经济好 一般差 有不同的概率 不同概率下 它有实际的收益率 那么当时探讨的这个 Sigma标准差的计算 是包含了这个单项资产 可能自己还有的非系统风险的 所以Sigma标准差 用于衡量的是整体风险 整体风险里面 包含了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 它也不做系统和非系统的区分 我这里给同学们看一个 两两交叉的分类 那这个分类是陈老师画的这个图 对于后续啊 你学习项目资本成本里面的 可比公司法 加杠杆 卸杠杆来说 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区分 整体风险 某只股票或者某个项目 你去投某个工厂的整体风险 然后其中由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组成 系统风险 我们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然后来看啊 这个资产 所受系统风险的影响程度 然后再考虑去无风险收益率 来计算必要报酬率 非系统风险啊 利用充分组合 咱们能把它给消灭掉 然后右边 我们投资某项股票 或者是某个项目 或者某个资产 整体风险 其中包含了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经营风险啊 应该说我们研究的是公司 公司投项目必然有经营风险 讲的就是吸税前利润的不确定性 我们后续在第八章 会用经营杠杆来衡量经营风险的大小 另外呢 如果结由固定的资本成本的负担 比如说要有固定的利息啊 固定的优先股股利啊 那企业就有了固定的支付义务了 如果你的经营成果不足以去承担 固定的利息和股息的支付 那企业就会遭受财务风险 那财务风险呢 后续我们用财务杠杆来衡量 两个分类出发点不同 整体风险按照风险是否能够通过投资组合 把它给分散掉 分成了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 右边呢 整体风险按照风险形成的原因 可以分成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我们做完两个不同分类标准下 两组不同分类结果之后 我们是可以做一个两两交叉的 也就是一只股票的系统风险里 有经营的系统风险 有财务的系统风险 你比如说经营的系统风险 我们现在去开饭店了 经营风险里 系统风险里的经营风险 比如说20年疫情来了 对所有的餐饮行业都有影响 那么系统风险里的财务风险 比如说在市场上 你想去筹集资金 但是整体的利率上升了 你就不能按照原来预想的利率 去发债了 那么整体利率上升 对哪一家企业来说都一样 这是系统的财务风险 那非系统的经营风险 比如我们前面也举例子 咱们饭店这个食品过期被投诉了 影响了我们的收益 影响了后续的经营 那非系统的财务风险 是因为我们资深原因 没有还本复息 而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是资深原因 这是公司所特有的 那么右边呢 经营风险里 有系统的和非系统的 那经营风险里的系统风险 就像我们刚才说 在经营的过程中 然后疫情来了 或者整体行业政策发生的改变 对这个行业 这个带来的冲击 那经营风险里的非系统风险 就是经营过程中 自己研发失败了 自己遭受诉讼了 自己的这个工人罢工了 这是经营风险里的非系统风险 那么财务风险里的系统风险 整体市场的利率上升了 财务风险里的非系统风险 自身原因没有办法还本复息了 所以你看两两交叉 就有了系统经营风险 系统财务风险 或者呢 经营风险里的系统风险 经营系统里的非系统风险 财务里的系统风险 财务里的非系统风险 两两交叉 你记住这张图 我们后续可比公司法 还会见到它 那接下来 贝塔系数怎么算 第一种算法叫定义法 这个公式要求同学们要记住的 你要记住 我们现在呢 也不去做推导了 你要会运用 要记住啊 某一只股票的贝塔系数 等于该股票的收益率 与市场的收益率的斜方差 再处以市场的收益率标准差的平方 也就是市场收益率的方差 斜方差的公式 你没忘吧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曾经讲 两项资产的斜方差 第一只股票和第二只股票的斜方差 然后当时等于啥来着 等于R12 Sigma1 Sigma2 两个股票的相关系数 乘以第一个股票的标准差 乘以第二个股票的标准差 然后呢 就是两项资产的斜方差 Sigma1 2 等于R12 Sigma1 Sigma2 Sigma1 2 Sigma下标有两个数字 表示这是一和二的斜方差 当然斜方差也可以用COV表示 现在呢 KJ K表示收益率 这股票的收益 M是Market 是市场与市场收益率的斜方差 在分子上 分母呢 是市场收益率的标准差的平方 也就是市场收益率的方差 这是β的定义式 然后分子呢 按我们之前的斜方差公式展开 那就是个股和市场的相关系数 再乘以个股的标准差 再乘以市场的标准差 RJM SigmaJ SigmaM 那分母是SigmaM的平方 我们就可以分子分母呀 约掉一个Sigma 所以β系数的定义式是 个股和市场的相关系数 再乘以个股的标准差 除以市场的标准差 你记住 这是β的定义式 RJM SigmaJ 除以SigmaM 后续有一道例题 再来给你展示一下 这个公式是如何计算β系数的 并且这个公式里的参数 是如何根据历史数据 然后来进行计算的 那么影响β系数的因素 从公式当中 你看到影响β系数的因素 有该股票 有该股票与整个市场的相关性 RJM 各股和市场的相关系数 该股票自身的标准差 SigmaJ 以及整个市场的标准差 SigmaM 记住这三个参数 这就是影响β的因素 2017年整体还考过这个式子呢 好 第二种计算β系数的方法 是用回归直线法 回归直线法 可不是第一次见了 我们在前面讲到销售增长 与资金需求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也讲过利用回归直线法 然后根据历史数据 看历史的销售收入 所对应的资金需求 然后构建出不变资金需求 和单位变动资金需求 然后以此根据预测的销售额来 推融资总需求 我们前面是讲过这个方法的原理的 那此处运用回归直线法的话 那市场平均收益率就是自变量 个股的收益率呢 是因变量 是市场的收益率决定个股的 因为个股是受市场的影响的 所以你要知道 谁是自变量 谁是因变量 Y等于A加BX 你得知道谁是X 谁是Y 谁是X呀 就是市场的平均收益率是X 谁是Y呢 是个股的收益率是Y 是市场决定了个股的 个股是受市场的影响的 那么β系数呢 是该线性回归方程当中的斜率 也就是告诉你过去历史上啊 若干年的市场收益率 比如说从X1一直到X30啊 我过去30年的市场收益率告诉你了 然后再告诉你过去30年 这只股票的收益率啊 Y1一直到Y30 根据过去的30组的数据 然后我能找到一个关系 就是A重结距 另外B呢就是啊 这个X变化乘以B 那不就是Y的变动的部分吗 那B就是当市场收益率 每变动一个单位时 那个股的收益率啊 将会变动B乘以啊 市场收益率的变化的这个单位 所以B呢表示斜率啊 B表示斜率 也就是啊 个股的报酬率的变动幅度 是市场报酬率变动幅度的倍数 我们根据过去的啊 30组X与Y的关系 然后你还记得回归直线法里面 需要知道X的和 Y的和X与Y乘积的和 X的平方和 把这些基础数据准备好 带入AB参数 把AB找到 这是回归直线法 那如果你把一只股票的 β系数找到了 我同时投资了四五只股票 我这个组合的β系数怎么算呢 好加全平均 此时是可以加全平均的 几只股票构成的这个投资组合的标准差 不能是个股标准差的加全平均 因为股票之间有相互运动的关系 标准差里面包含了非系统风险的 而此时几只股票构成的投资组合的β系数 可以加全平均 因为每一只股票都独立的在受市场的影响 现在各股的β只包含系统风险 他们彼此都是在受系统的 风险的一种影响的 不存在说我们几个一组合 把系统风险给分散掉 所以是可以根据组合中 各资产的β系数及其权重 加全平均计算组合β系数 该公式表明一种股票的β值 可以度量该股票对整个组合风险的一个贡献 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 就是各资产系统风险的加全平均数 因为系统风险组合在一起也不能分散 加全平均计算 但是标准差组合在一起可能会抵消的 你就不可以加全平均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教材的例题 不要着急说亚基础大通关上没有这一道例题 这道例题展示一下 考试的概率也不大 你看一看 我们如何用定义法和回归直线法 来求β了解一下这个β的绅士 了解一下β的历史 了解一下β的原理 只是了解一下 所以这道例题你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之所以要讲 第一个是因为教材上有二一个 就是你了解一下这个β是怎么来的 对于你后续学习第四章资本成本 然后我们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去估计股权资本成本时 涉及到参数的估计的一些知识点的理解 你就好理解了 所以不要纠结说基础大通关上没有 你要愿意讲义里面 你把这道题打下来也行 但是我劝你不用打 因为考试也不会去考到β系数的计算的 β在后续就会直接告诉你 它是多少 然后运用到其他试试点当中 所以呢这道例题只是看一眼就可以了 说这股票 历史的报酬率 和市场的历史报酬率的有关资料呀 如表三杠六所示 你看这是啥意思啊 告诉你过去六年市场平均收益率的数据 1.5% 负的百分之一零 负的百分之二 百分之四 百分之三 然后告诉你这股票 就是某一只股票过去六年的收益率的情况 1.8% 负的百分之0.5 以此类推 然后就告诉你这么过去六年的六组数据 六个X对应了六个Y 然后个股的报酬率是受市场的报酬率的影响的 因为个股受了系统风险的影响 那么我们下面要计算贝塔了 要做数据准备了 数据准备你已经有经验了 我们有X的和 有Y的和 有X与Y 每一年的数据先横向乘 然后X与Y乘积的和 另外呢 X每一年的X都先平方 有X的平方和 然后我们代入到回归方程当中 A的参数 B的参数 曾经美女和帅哥的故事 我不再讲一遍了 然后我们有了上述的参数准备 X的和 Y的和 X与Y乘积的和 X的平方和 带入到AB当中 然后呢 就把A和B找到了 此时B等于1.18 这个直线方程的斜率 就是股票的β系数 就是这只股票受市场风险的影响程度 是1.18 然后接着我们看一下 如果用公式法来计算Beta系数 需要的数据准备 这股票的报酬率给了你6个 6个相加除以6 能够算出一个平均数 好 然后每一个实际数减去平均数的平方 全部加起来 6个X平方之和 再除以5 要算样本标准差 除以5 然后再开方 标准差就有了2.8358 同理呢 市场收益率平均值算出来 然后每一个实际值减平均值的平方 相加除以6-1 然后再开方 就把市场报酬率的标准差也算出来了 然后接着准备 每一年X的和 每一年X与Y成绩成绩求和 其实X的和 X与Y成绩的和 是回归直线法里面要用到的 然后请注意 我现在要找这个 因为要求相关系数 这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 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里的参数 每一年的X减去它的平均值 乘以当年Y减去平均值的成绩 然后每一年的数据算出来以后 求和27.075 然后每一年X减去平均值的平方 然后6组数据相加 每一年的Y减去平均值的平方 一共6组数据相加 三个蓝色的数据 后续要带入到 个股和市场的相关系数的公式当中了 其实前面2003真体 随唐特讯32已经讲过了 然后我们把个股和市场之间的 相关系数找到 0.8927 那么还有要需要知道 个股的标准差 和市场收益率的标准差 刚才在表格当中 我已经讲过了 把标准差算出来 2.8358 2.1389 好 接着β系数的定义是 个股和市场的相关系数 0.8927 乘以SigmaJ 比上SigmaM SigmaJ SigmaM 刚才我们通过样本 标准差的方式已经求出来了 然后把β系数也能找到1.18 有同学说 哎呀两种方法算出来 结果一样 当然一样了 都是根据历史数据算的 其实两种方法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我们用了不同的处理而已 注意这些知识 第四章 在估计股权资本成本 运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时 去理解 第四章的知识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你现在理解一下 看一眼就好 随唐特讯 来看一下 投资组合的β系数的计算 某证券资产组合 有三只股票 相关信息 如表所示 这三只股票 每股市价是4块 2块和10块 我这个组合里面 买了200股A 100股B和100股C 三只股票的β系数 0.7 1.1和1.7 我们从教学上 从硬式上 要知道β是怎么算出来的 那实践当中 你去证券公司 咨询机构都能咨询得到的 这β系数 他们都有算 因为这只股票的历史收益率 和市场的历史收益率的数据 是充分的 然后这个公式模型的一代 一秒钟就出来了 所以这只股票 根据历史数据 它的β系数是可得的 ABC 三只股票的β系数都有了 然后组合的β系数 首先根据投资组合中 每只股票 它的总市价 来计算其在投资组合当中的权重 所以权重这个东西就不用讲了 以A为例 A200股乘以4块钱 除盈整个投资的这个总的价值 40% 10% 50% 组合的β系数 用加权平均计算即可 所以记住 组合的β系数 就是个股的β系数 根据投资权重加权平均计算的结果 好 同学们 现在暂停视频 做一下好题 大家通关的42题到46题 都是历年真题 42题20年的多选题 投资组合由证券X和证券Y 各50%去构成 X的期望收益率12% 标准差12% β系数1.5 Y的期望收益率10% 标准差10% β系数1.3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 其实就让你算一算 这个组合的收益率 组合的收益率 然后组合的风险 那组合的期望收益率 能不能算呀 可以的 加权平均就好了 X的收益率12% Y的期望收益率10% 权重各占50%的话 那其实就是 你可以算数平均算一下 就是11%是对的 β系数也能加权平均 那就1.5和1.3 按照50% 各50%加权平均 等于1.4 那B也是对的 标准差能不能算呀 那这道题是不能算标准差 标准差能不能加权平均呀 你说12和10加权平均 可以吗 不可以 因为这道题没有告诉我们 X和Y的相关系数 X与Y进行的投资组合的标准差 要取决于相关系数的 你还记得吗 根号下A1平方Sigma1平方 加A2平方Sigma2平方 加2倍的A1A2Sigma1Sigma2 还有个R12嘛 相关系数的代入才能计算 标准差出来了 除以期望收益率才有变异系数 所以你标准差不能算 变异系数也不能算 这道题呢 要得出个结论就是 组合的期望收益率 可以加权平均 组合的β系数 可以加权平均 但标准差不可以加权平均 进而变异系数 现在也无法计算 2019年有一道类似的题目 就是在考察你 哪些指标可以加权平均的 题目过于相像 所以呢 我们课堂练习就不练了 在二维码扩展练习里 你能看到 19年的那道类似题目 好 接着43题 13年的多选题 β系数和标准差都能衡量风险 那下列关于这二者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A说β系数 度量的是 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 正确啊 β系数就是度量 受市场系统风险的影响程度 根据这个程度 β和市场的系统风险 来换算 该项 这个投资的系统风险 B标准差衡量的是 不是非系统风险 是整体风险 既包含系统风险 也包含 非系统风险 C投资组合β系数 是组合中 各证券β系数的 加权平均数 这是正确的 然后递选项 投资组合的标准差 等于各证券标准差的 加权平均吗 不是的 还取决于 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 所以这道题 A和C是正确的 接下来44题 影响某股票 β系数大小的因素有 这不就是我们前面 抢β的定义式的时候 强调度过的吗 17年考过这道题 我把这个β系数的 定义式放在这 影响某股票 β系数大小的因素有 首先整个股票 市场报酬率的 标准差 Sigma M 有的A要选了 该股票报酬率的 标准差 Sigma J B要选了 然后整个股票 市场报酬率 与无 没有提跟无风险 报酬率的相关性 这个RJM呢 讲的是该股票 报酬率 与整个股票市场 报酬率的相关性 所以这道题选择 ABD 这是考了 β系数的定义式 好 45题 下列关于资本资产 定价模型 β系数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β可以是负数 没错是可以的 极个别 资产的β就是负的 然后B β系数是影响 证券收益的 唯一因素 我们马上要学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了 那证券的收益 如果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计算的话 那么证券收益包含了无风险利率 然后还有β系数 另外还有市场平均的收益RM 三个参数才能决定该证券的必要收益率 不是唯一只考虑β这一个因素 然后C 投资组合的β系数 一定比任何 任意单一的正确的β系数都低 投资组合的β系数 是组合中各正确β系数的加权平均数 平均数 不会比 任何一个正确的β系数低的 有高个子有矮个子 平均数是介于二者之一的 不可能平均数比那个矮个子的 身高的平均数比矮个子的身高还低 那不可能 因为这是一个平均数的概念 平均数一定是要介于最大和最小之间的 然后Dβ系数反映的就是证券的系统风险 这是正确的 所以AD正确 46题 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下列关于β系数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β横大于0吗 我们说一般是大于0 大部分资产都是大于0的 但极个别是负数 市场组合的β横等于1是对的 自己也受自己的影响程度 那就是1嘛 市场组合 受整个市场风险的影响程度 自己受自己的影响 就是一倍的关系 β为0表示没有系统风险 也是对的 β乘以Rm-Rf 那β等于0 那么算出来的系统风险也是0 也就是无风险资产 国库券的β系数就是0 C正确 β系数是衡量系统风险的 不能衡量非系统风险 因为β系数呢 我们前面已经探讨 你是可以通过投资组合 把非系统风险给分散了 所以非系统风险 在市场上呢 就不给这个个股补偿了 你算收益率的时候 你不要算非系统风险 带给你的收益 那我实际问问你 你实际买股票 非系统风险 能不能给你收益呢 如果这个上市公司 发行股票的这个公司 研发了一个新药品 上市一下收益大涨 你说这个非系统风险 能给你收益吗 是能的 但是呢 我们在资本资产定价 模型的前提下 说非系统风险 有好的一面 那刚才如果你研发失败呢 那这只股价会下降的 那也会影响你的收益的 我们是说这种 因为个别原因啊 导致的风险 你自己是能够通过 投资组合分散的 所以我们不算这部分收益 只算受系统影响 受市场风险的影响的收益 加上无风险收益 来决定这只股票的 必要收益率 也就是投资者 投资他所要求的底线 除了底线 如果你非系统的原因 导致你的额外收益 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我们现在 算的是必要收益率